好 回來繼續來討論這個Makeo的友人 歐傷司機這個案件了 其實呢 2月2號其實案發第一天開始啊 這個外界都察覺 其實Makeo的他說辭呢 一直好像反反覆覆 好 現在幾個疑點啊 到底這事發當時怎麼樣 包括他們一上車有沒有吸安全帶 包括了是不是司機有襲凶 這些部分到底實情是如何 我們先來看這個報導 上了車 然後就吸安全帶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就可能就是講話 有一點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友善 就是就互相對的 4號時Makeo和友記龍會出面道歉 當時他堅持有戲安全帶 但為何發生衝突 其實是下車 那前面還有一位朋友 那他要付錢的時候 就是我剛好就是往前 然後呢就是有 那個因為那個時候就 就是已經就是有被揮到 然後呢我覺得那個時候就有點嚇不到 前一天說胸部被揮到 但隔天在馬媽媽陪同下到醫院道歉 改口了 他們並沒有付車資 所以根本就沒有那個早前的那個動作 怎麼可能會襲胸去碰到你的胸部呢 怎麼可能會去碰到你的胸部呢 前的問題其實就是要 對反正是先下車的人 然後前面人在付錢 然後我就在看 兩天內說法矛盾 6號檢方約談從證人便被告涉嫌毀損罪交保 因為就是他踹司機車門 踹車門對不對 謝謝 謝謝大家的關心 謝謝大家的關心 這個進入司法階段 事情越演越烈 真相一塊一塊拼湊起來 Makiel宛如是擠牙膏一般 一點一點吐露內容 卻被揭穿謊言 準一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好 所以我們也整理一下 當然現在在車上 當時在這四個人 現在都知道是誰了 好 分別這個司機的 坐在後面的 在他正後方就是Makiel 而坐在中間的就是有機輪迴 這是日本人 而坐在他的這個有機輪迴 右邊的是鴨子 而相應的坐在他的司機的右手邊 所以我們先請教一下 這個玲玲 剛剛我們講到幾個疑點 包括這有沒有綁安全帶 這個Makiel有沒有綁安全帶 還有到底有沒有席胸 這幾個部分 這幾天反反覆覆 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 因為這個我們通常 這幾天大家坐計程車都知道 一上車計程車司機 第一個講說 提醒大家請系安全帶 所以呢這個司機一定是有提醒 但是要不要系在你乘客 一定是他提醒了之後 後面有人沒系 司機再提醒一次 那當然這個耐性 就可能語氣稍微提高一點聲調 惹來大家不快 那席胸部分 大家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圖片裡面 Makiel是坐在司機的正後方 你要錫胸 我請問你怎麼錫啊 背後你要怎麼錫 這部分有個椅墊擋到嘛 而且你看車上有這麼多人 他要錫照理照這個位置 地理位置來講 他怎麼已經錫Makiel 一定也是錫旁邊的 而且車上這麼多人 輛司機也不敢嘛 而且後來不是查出來說 那時候有人要副葬 就被Makiel擋下來嘛 所以根本很顯然 就是Makiel希望能夠 在最他希望的狀況之下 把這個事情給擺平 反正司機住家戶病房嘛 我就跟經營公司講講 好我們就這樣來講好了 御家是罪何患無知 我要解套嘛這樣 只是說在這個記者會上 我們就很懷疑的 很疑點是說明明車上 是大家知道的藝人 湘瑩跟鴨石 你何以沒有在第一次記者會 第二次記者會的時候 公開講說對就是他們兩個 很顯然你覺得說 好我是大姐我把他擔下來了嘛 可是等一下說到最後 反而被你這兩姐妹 被罵得要死 所以這種做法實在令人 也覺得很百思不能奇蹟 是是 蕭文怎麼看 我覺得林玲姐講這個東西 我們先用Makiel的版本好了 Makiel他第一天講說 他有被揮到 可能就所謂的息凶這樣子 那很多人都因為 因為你要進入Makiel的那個版本 你才能夠理解說 他為什麼講他會被揮到嘛 那也有網友把Makiel的胸部 後來他非常大說你看 這怎麼可能 一轉身就揮到 我這些網友你們要先 我不是說Makiel講的是 對的或是錯的 那Makiel的版本是什麼 剛主持人你旁邊有那個板子嘛 他是坐在這個 計程車司機的正後方 那前面的鄉銀要付錢嘛 那他們有爭執有口角嘛 這Makiel也講了嘛 所以他們要下車 鴨子已經下車了 有機也要下車了 請問Makiel要從哪邊下車 當然不會從計程車司機的 左邊下車 一定往那邊下最安全嘛 那他往那邊移動的時候 他要往前嗎 Makiel講他往前嘛 那計程車司機可能跟 跟這個鄉銀在這個車子上面 在手在佩合的時候 可能有 Makiel的版本是如此嘛 這個為什麼 如果Makiel講的這個是真的的話 這樣佩合的 因為我們開車嘛 那鄉銀要付錢嘛 那Makiel從後面要下車嘛 你佩合的時候 這樣佩合就有可能嗎 不是不可能啊 我給大家看這個警政署的新聞 這就剛剛各位講的 安全帶取締 對小黃重寬 這張就是我們的計程車 你看到警政署講的 市場的朋友 酒醉跟外籍的人士要重寬 那這個友記 先喝酒又是日本人 那不是Double嗎 符合兩項 那這個計程車司機 我們全台灣有9萬多台計程車 目前職業有8萬多人 8萬多個小黃的問獎 我不是要講那個司機車 因為現場我也不在 我說遇到盧的啦 喝酒的啦 五四三的啦 有沒有 行刑設設一定有嘛 跟平常 剛才這種會抓狂 都會打起來嗎 都會吵起來嗎 所以我比較常聽說 那個真相是什麼 那如果說 我們講一個這個 法令上問題 二月一號開始 如果說我開計程車 那藍先生上我計程車 說你綁安全帶 我規勸他啦 他不綁 被警察拿下來了 是罰我還是罰乘客 罰乘客啊 所以我講啦 你不綁 你不綁 你不綁那你下車 沒問題嘛 那要討論什麼 那計程車司機 我可以拒載啊 叫你綁人不綁 那我顯得麻煩 那你下車 那就下車啦 怎麼會答說 你看連警政署 比如說說酒醉的朋友 外籍人是因為 那是語言的問題啊 是 你就跟人家說 馨宇我不知道你英文怎麼樣 把安全帶英文怎麼講 我不會講啊 或者日文 對 日文 日本人就要講日文了 不會這樣啊 酒醉的他已經這樣子 你叫把安全帶 你去背後要怎麼綁 所以這個實際上 有它的困難嘛 那我再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有記不是做中間嗎 照顧那個圖要做中間 請問中間的安全帶在哪裡 中間不好吧 沒有啊 這怎麼綁 有的大一點的有 但是如果它這個 我也知道有 我把它講清楚 進口車才有 一般國產車 一般國產車在上面 那上面拉一根下來 一般的國產車 像我這種的 中間那個是沒有安全帶的 不過我要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整個事情 其實跟安全帶沒有那麼相關 就是說事實上呢 我今天早上訪問他們的 這個律師 也是一開始出來幫忙 做一些相關的協調的 這個台北市議員賴素如 他就說 現在其實醫生雖然在加護病房 但是他大概已經可以 微弱的發出聲音了 所以檢方也曾經去 這個問過案子嘛 他事實上一開始在 安全帶沒有記的時候 確實是發生過一些口角 但是事後就開車了 繼續往前走了 真正導致最後呢 需要痛歐司機的呢 是因為在付錢的時候 付錢的時候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剛剛也聽到 就是說事實上有人要付 但是馬客有說不要付 總而言之是沒有付 總而言之是沒有付 那沒有付的狀況之下的話 真正的口角跟衝突 才開始起來 那起來之後的話呢 那不管是過程 我們不知道過程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說因為這個 不付錢照理來說 應該是司機打乘客啊 乘客打司機呢 那很可能在過程當中 因為喝醉酒的關係 然後呢 這個司機想要報案 那這個大家所講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不是因為安全帶 而是因為呢 沒有付車資 因此發生衝突 第二個呢 司機一度想要報案 但是呢 這個手機被這個 他們搶走了 那所以整個過程看起來的話呢 確實對於住在裡頭的 四個乘客來說的話呢 不管是誰做這件事情 總而言之這些事情 都是我覺得是蠻 蠻糟糕的一個狀況 所以造成這樣一個豐富的結果 那個車程大概100塊 為什麼不付呢 他不想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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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總而言之的話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啦 所以我覺得 而且包括中間 在第一時間他們出來說 那可能是因為溝通不良 所以因為沒有翻譯的關係 事實上搞半天現場 有三個人都在講國語的 那需要什麼翻譯啊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話 可能跟賴樹如議員所說的 可能是不是因為 系安全帶而起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願意還是 不希望看到現在很多節目裡頭 這麼情緒的 因為交雜了很多日本人啊 然後勞工 然後上下社會階層的這種差異 所以難免有這個群情激憤 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包括了馬克雄做錯了 顯然第一天的說辭 跟第二天的說辭是有反覆嘛 然後第一天的態度 跟第二天的態度 確實也有差異嘛 天差地別 所以馬克雄確實做錯事情了 但是有沒有比較情緒化 或者是說連律師 這個彭玉清啊 小S都要公開出來表達立場 我看恐怕這也太失智over 但我要講的是 雖然不是因為安全帶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已經有在台北 相當大的車行 因為這件事情讓很多計程車司機 非常的恐懼 因此車行已經規定了 就叫做台灣什麼什麼車隊的 那個車行 已經規定了 用貼紙 直接在後座上面貼上 兩個後枕頭上面貼上 這個做後座請吸安全帶 進程車司機你要提醒 口頭提醒 善意的提醒可以 不提醒沒關係 因為我已經貼了 已經告知 現在從2月1號開始要開罰 所以司機為了要減少可能 就因為這個事情 確實是因為這個事情所引發的連鎖效應 讓車行做了規範 司機可以不要用口頭的方式 來提醒後座乘客 因為就像輝文說的 就是被打 好 那再過來 輝文剛才也點到一個 這件事情就是我剛開始 一開始開中民意講的 我覺得能夠釐清到行為事實的真相 這件事情很重要 有沒有揮到馬卡尤的胸部 輝文特別提到 就是說我們沒有說 馬卡尤講的是對的 或者是我們現在就認定 馬卡尤講的是錯的 有沒有洗胸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說 他摘一張司機什麼 馬卡尤他自己 當然有可能 我們基於一個犯罪人的 這個心理的因素 他可能為自己想託詞 但是呢 他伸手去擋住香淫 不要付那一百塊車子的時候 司機有灰掉嘛 灰掉的時候 可能抖動到胸部 讓他覺得灰到胸部 這種個人理解 再加上要找託詞 因此說出來這樣的話 我覺得可理解啦 但是我要補充一下 那是我要補充 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藍軒剛剛講的 他對他講說這個安全帶 但是我相信安全帶 是因為造成他們不快的原因 因為馬卡尤你現在是 無緣無故人要付車錢 你不可能去擋 難道你坐每一台車 你酒醉的時候都不付錢嗎 應該是他前面安全帶的世界 大概司機提醒他 再次提醒他的時候 大家氣氛已經很好了 特別之前他受訪的時候 他說司機要他找零 他不愉快 他就不付錢了 之前他受訪的時候有 那是別的案子 那是別的 會讓人聯想到這個部分 信兄因為這個 剛剛藍軒轉述賴蘇的講法 其實跟這個司機的太太 講的是不一樣的 我要提醒賴蘇如說 你現在的版本 一開始的版本都是安全帶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不是安全帶 那你第一天講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 我們是同時看被告跟原告 那你們的供詞 第一天都是安全帶 這是林太太自己講的 在媒體面講 那又不是安全帶 那你第一天講的就是錯的 還是怎麼樣 我們不是要去把那個真相全部刨出來 也沒有必要 這就法律的案子已經 案子都在自尖死了 可是如果這時候還有人 剛剛我特別要補充這個說 剛剛前面那段藍軒 有講到民粹兩個字 因為各位大哥講 我都有在memo 只有藍軒講到民粹兩個字 你知道有人在臉書上寫什麼 他的臉書啊 寫說如果這個時候講民粹 就不是台灣人 操作到這個地步 至於那個人是誰 待會廣告我再告訴你 我們先進廣告回來繼續討論